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2022年8月5日 亚马逊和Aerobot宣布 他们已达成最终合并协议 亚马逊将根据该协议收购Aerobot 亚马逊将以每股60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 收购Aerobot价值约17亿美元 其中包括Aerobot的金债务 交易的完成取决于惯常的成交条件 包括Aerobot股东的批准和监管部门的批准 完成后,Colee Angle将继续担任Aerobot的首席执行官 2002年,Aerobot配出首款扫地机器人 这也是这个单品进入商业化的标志性里程碑 之后便奠定全球扫地机器人龙头的地位 凭借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统治性地位 Aerobot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长期在50%左右 据了解,这笔交易将加深零售巨头亚马逊 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布局 去年亚马逊发布了一款售价 1,500美元的家用管家机器人Astro 配备Alexa语音技术,从功能上而言 就是一个能看家的机器人 此外亚马逊还推出过智能文灵 声控温度机和微波炉 1,000加万人次月组 800加万字 1,000加多群的智库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 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